第11号台风白入将于8月24日后半夜至25日上午 登陆福建南部到广东东部沿海一带 受其影响,两岸小三通下金航线 取消了24日及25日的所有航班 复航时间将是天气情况而定 24日下午,记得在下金航线厦门武通客运码头看到 往日人来人往的后船大厅已无旅客的身影 仅有工作人员值班站岗,显得颇为空旷 除了停航通之外,大屏幕上持续滚动着天气信息 台风中天气我们都有一个很完善的应急一样 就像刚才看到我们把一些门都用门家给它封起来了 然后我们码头这些工作人员大概会留一半的 人员在现场进行一个防台抗台 包括一些接领客的知情电话 武通客运码头负责人吴金诗告诉记者 接主管部门通知,下金航线取消了24日 25日共计80个航班 预计有一万人次的旅客受到影响 我建议要出行的旅客可以当我们码头的咨询电话 3216666来咨询船班复航的情况 或者通过他们原来预定的旅行社去了解也可以 我们有消息我们都会及时在我们的网站 OA包括我们的微信 一些公众号上面进行发布 记者从厦门市防训办获悉 自24日八十三十分起 厦门市已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息响应 全市滨海旅游景区景点全部关闭 沿海地区的户外活动暂停 所有渔船全部进港避风 船上人员上岸避险 台风警报解除前不得返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